哪些价值观最能代表你 与你的生活最相关呢? 价值观可以引导我们做出 当下的每一个决定与选择 进而能够帮助我们 设定更有意义的目标 嗨,大家好 我是Lululemon东话店的副店长Annie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Lululemon价值观的文化 并帮助大家找到自我价值观 在我们找寻价值观之前 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价值观吧 价值观对你而言是什么呢? 有的人说价值观是做事的原则 有的人则说价值观是对人事物的看法 以上的叙述都没有错 简单来说 价值观是引导你做事的方式 帮助你做出决定的一项指标 举例来说 好奇心、勇气、坚持、成长等等的词汇 都是价值观的一种 但价值观不仅限于词汇 它也可以是一个字句 并不局限于任何的形式 只要它能够代表你 就会是你的自我价值观 接下来我想要邀请你花一点时间 认识自己 跟我一起找寻你的自我价值观 首先你可以找到一个安静 不被打扰的地方 你可以选择坐着或是平躺在地板上 接着找到你舒适的姿势 慢慢地将你的双眼闭上 将专注带到你的呼吸 感受吸 感受吸气时新鲜的空气 经过你的鼻子 来到肺部 最后进到腹部 接着张开嘴巴吐气 像是在玻璃上喝气起雾的感觉一样 再一次鼻子吸气 这一次想象将你脑中担心的 心中烦恼的轻轻捡起 在下一次吐气的时候 将它们全部放下 再给自己一个呼吸的时间 鼻子吸气 嘴巴张开 吐气 将你的紧绷以及情绪 完全地释放 接着回到鼻息 鼻子吸鼻涂 找到你最自然舒适的呼吸节奏 感受每一次吸气和吐气时 你肺部的起伏 让你的身体 跟心 跟心 随着这个温柔的起伏 平和下来 平和下来 首先 请你先问问自己 在你过去的生命中 你曾经经历过哪些精彩的时刻 造就了今天的你呢? 这个精彩时刻 感受到自己的呼吸 以及观察你的身体觉知 有没有任何的变化 接着 请你问问自己 在你的生命中 你曾经克服过什么重要的挑战 造就了今天的你呢? 又或者 现在是你生命中 颇具挑战的时刻 那那个挑战是什么呢? 如同刚刚的练习 别忘了观察自己呼吸 以及身体觉知的变化 探索自己的感受 刚刚我们完成了回顾的练习 现在我们要从你回顾的回忆中 找到是什么价值观 在你身上体现 或是什么价值观 帮助你达成那些精彩时刻的成就 以及帮你克服挑战 你可以问问自己 你必须做到什么 你必须做到什么 才能够达成这些成就呢? 或者是你必须做什么 才能够克服挑战呢? 举例来说 我因为开始运动 而找到了健康和自信 这是我生命中的精彩时刻 而需使我达成以及前进的目标 即是坚持这个价值观 请你试着在每一个回忆中 联想医治两个价值观 当你做完了回顾练习 请你慢慢将专注再次带回到呼吸 将身体的觉知带回来 如果你是平躺着的 你可以侧身 慢慢将自己推坐起来 回到你舒适的坐姿 最后再温柔的张开你的双眼 刚刚我们做完了回顾练习 透过你生命中精彩时刻的成就 以及克服过的挑战 来找寻到你自己的价值观 如果在这个部分 你需要再多些时间探索 请你可以按下画面中的暂停 找到你身旁的纸跟笔 把你刚刚所联想到的价值观 一一写下来 当你全部把价值观写下来之后 可以再花一点时间 检视一下每一个价值观 思考一下 什么价值观 是你保留至今的呢 哪些价值观 最能代表你 与你的生活最相关呢 你可以找到 三到五个价值观 并用笔标记下来 这就会是现在的你 最重要的价值观 透过今天的练习 我们找到了 如同传舵一般的 自我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 引导着你做出 时时刻刻的选择 这些价值观 今天的练习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也邀请你 将今天的这段影片 或这个练习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花点时间认识自己 找寻你的自我价值观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